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WingCloud 今天和大家看我一場玩Lulu的Replay 這次是跟Aatrox和Oriana一起玩的 想玩Wobocompo Oriana大技,Lulu大技,Aatrox的Q技 但好像最終都沒有三招技一起用 就是純粹自己配合 始終都是對面很難防不勝防 我們先讓遊戲拌好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現在的Replay 你可以在開始遊戲的時候 在op.gg就可以按錄影 完一場遊戲五分鐘之後 可以在網上下載回來看的Replay 所以現在不用再用Lulu的Replay 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一開始就去我的下路 Aatrox去這個Jungle 打紅Buff先,Oriana中路 Marengar上,Caterine下路 對面就是Draven 加上摩根娜的下路 連Darley的中路 Karsis的Jungle 然後處理上路 那...就... 交回視野 對 那一開始有你的守紅Buff先 那我就... 欸!糟了!買了春蠍 反正也是,先照一照 那次按了Recommend Item 那麼快 然後說 那些朋友說 那些環境看到就算了 那一路就... 採取防守性的策略 那希望對面不要過來 那...現在patch了之後 那...Trinket就... 就是這個消息品 30秒內就可以放 所以就... 啊...一開始放著眼都還可以 對 那...Leish有個紅Buff先 那不知道為什麼 Caterine是走後面過的 不過不要緊 那...開始就跟Draven對線 那...Draven就回兵 那...MGN這很重 那...都... 想著...啊... 快點消耗這個Spell Fifth Edge的層數 那... 那...有機會普攻就普攻 那...那... 那...那...情常對線 那... 那...大家都是打來打去 像要經常給摩根拿 所以我接著幫我 Durch Kill 那...人家都用錢 那...應該 क 像中作Dravn所以很痛 因為Draven是... 前期都很高的傷害 它就會打了我的... 啊... spike 那...這個是... 盾技 這時候莫根拿被卡特連打了很多血 用了治療 Draven為了摺斧頭 走前再扔卡特連 卡特連就靠射程優勢 加上網就追 我們一起用普攻 卡特連殺了莫根拿 幸好我不是撿了頭 那不是都可以的 但就沒那麼好 其實本來我也想著 糟了會不會偷了頭 沒有了 Draven很低血還是留在下路 卡特連靠射程優勢可以 撲他 Draven回了城 推下路塔 其實我們這時候可以回去買道具 擴大優勢 但我看到卡特連留在這裡 下路對線 有機會有普攻 莫根拿 他好像沒中 有賽沒中 Draven回來了 farm兵 farm多一些斧頭 對線 Draven有機會 找機會扔斧頭 那莫根拿 應該是緊張 放了黑盾在Draven 不小心中了他的 Binding 但是 卡特連 這時候 卡特連 靠射程優勢 用了Heal 卡特一下塔 就走了 Buy 那 Cast 一路就 看到他追回中路 應該看不到 應該沒眼 可能 都不清楚 可能是卡特連的陷阱 或者是怎樣 那 莫根拿放黑盾在Draven 那我就 可以放個Pix 在Draven 然後用Q技打莫根拿 也可以 那 黑盾是不擋Pix的 是擋傷害的 就是那隻 2隻Puro 2隻Puro 是HellPuro 會不會是HellPix 那這裡就打 那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回城 來得來 我回城 寶寶眼石 不用怕卡特吃 所以怕 卡特連也是放了眼 在3% 那 下路對線 不小心中 Brydine一出來就已經 被人磨了少少血 那 有機會一路打 那 就算Pix Pix Draven 是沒有傷害的 也可以用Q技 來扣 這個 啊 摩根拿 直到是扣的 策略很成功 可能摩根拿沒有帶 魔礦 或者怎樣 那 看到Draven 很近 就變成動物 防止他做大輸出 那 跟Draven突然打他一下 那 那 都要大家摸摸血 大家互相走 你寶兵 我寶兵 Draven草虎頭 如果他殺不死 就給我什麼 那現在在層前了一點 立刻放Pix 放Q 即是EQ連技 對 EQ連技 沒有問題 那對面就被我們扣 就應該 我們以為他回去了 結果就沒有回去了 原來Draven很勇敢 那 他拉這麼近距離 繼續在慢他 那他用了治療 突然一個Q技就修改 那 就刷蘇蘇蘇眼 沒有啊 繼續推塔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這個Spell 3 Fetch 打塔也是有額外傷害 那這個時候 加食素來怕他們 就退後 那他完全沒有什麼動作 那Rengar傳送下來 用了大技 但是就 沒有收穫 那Rengar和Casic 都挺有趣的 match up 那麼少想中 那Morgana Blind 幸好就沒有人跟上 那我就立刻退後 那這個時候 對面就有對兵 推動塔 Helen一個清清兵 那他現在好像是有BF劍 欸 不是啊 都是Doran Blade 這不是這麼高攻 不管了 那下路由對線 那 就放了黑盾 在Draven 應該是吃兩下塔 對 那BF就頂了我 那我再跟上 那Draven這個時候 打塔 我以為打我 那一刻 那所以我就放了盾 暫時就 他就打塔 對啦 那這個時候都 沒什麼血要回城 那下路就可以 對面下路就是狂推塔 那下路就是推塔 那下路就是推塔 那Draven 那Draven 不是 Aatrox下來幫忙 是殺不了人的 好像是 殺不了人 那他就推回 對面就是塔 那這個時候 我去看看對面的 Buffin不在 放眼在不在 就是放眼才不在 那這個時候 我去兜向 Nidale的後面 那Aatrox開始害怕 那Aatrox飛下去 然後我放大的 Compo Double Knock Up 然後Oriana的球 差一點點才中 那這個時候 由我 就好像不小心 殺了Nidale 撿了頭 那這個時候趁機會 推一推中路塔 推到中路塔 那我看看有沒有 推多一座 那不夠兵 那我現在被人跳 但是他就Aatrox 不是 Casic也不敢打 這個時候就跳我 那我都隨便打打他 那這個時候就 中路就 看看清不清兵 清兵清兵 不清兵就走 那因為都怕 是對面的 無根拿 留中路 上下路 回兵 去龍 再數一數眼 然後突然霍龍 因為我們的龍眼 就被人剷了 不是 就是 就來沒有兼 被人剷了 那時候在 我們看到對面打龍 又想去騷擾 那對面是 沒什麼事 也看到我 現在暫時應該就是 我被他走位 做得不太好 被他定了 Draven用Santa 打回草叢 那支虎頭 是 中了一下 那尼德尼在後面進入 那支麻 他扔中我很重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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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Caterine幫我用補血 那Aatrox一個衝進去 然後Aatrox送大技 增加很多的攻速 那這時候 那 那 對面 對面 這個 對面 對面 這個 Casic 和 Oriana和 Katerine都 去撿殺 那 這個時候我們就 可能就 龍女應該想focus死 我怎麼知道我就放大技 急了卡 即是靠著那個時間 那Aatrox可以做輸出 那這時候我們就拿龍 尼德尼都一直在後面 可以扔矛 那我放個盾 幸好沒有死 尼德尼就扔矛 那這時候 尼德尼正然追 我們 打龍 救人多 那我放Q技 就拿到殺 其實應該Katerine做了最大輸出 但是就 應該是打不到吧 Q10Q 嗯 那這時候就 又是 又是 那這時候 就在這時候 一直撞到中路 有沒有幫手 那一路就 看周圍放不放眼 那中路就推一推 那 對啦 那就是 都是怕對面 Casic會過來怕的 所以我們就走一走 那龍女由上面 下來了 那樣是 好槍沒有中到 那這時候 Katerine都是 一路打著 他也放了Hill 但我放大技保險一點 Oriana一個波 捉回摩根納後面 用自己的普攻好像打死了摩根納 然後我就跟Atrox一起追加Katerln Atrox隱形了瞬間 Atrox一會衝上Katerln就用Ace in the hole 幸好未發出子彈 所以可以直接Refresh cooldown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如果Ace in the hole瞄準了 但未發射出來之前的人已經死了的話 他的 cooldown會變成5秒 就是這樣 下路被Draven推出 就用Atrox和Oriana去保護她 這時候Dedale保護中路 我也會順便放一放技騷擾 這時候Shivana推上路 中路撻爆了 Katerln和我去上路 看見Shivana是沒有的 走了到Buy了 因為之前殺了Rengar 之前就打了 好了 這個時候殺數 比數到9比4 我們就領先少金錢 不過遊戲裡面當然看不到金錢 塔數方面我們就 因為中路那次回戰就推到中路塔7分好了 然後龍 OK的嘛 素素硬好像沒問題 好像打龍了 好 打了龍 Oriana殺了龍 那對面就遲了 知道我們是打龍 然後就立即看到Draven 立即放她盾 就可以放她慢技 摩加尼的Harton Phonnect OK啦 即是變不了她做動物 即是 不過我已經融化了 這個Oriana用了大技 不過我就 還沒轉完她已經死了 就淫賞不到大技 對了 喂 喂 replay了那遊戲 不是吧 對 沒事沒事沒事 那這個時候見到Dedale在那裡扔矛 我和Aatrox 整群人都追了 其實是整群人都追了 Rengar Rengar 就儲滿腦氣的 一直都 維持著 僵持著的軸勢 對面沒有塔 都不敢打 我們沒有塔 沒有塔 被我們推銷也不打 這個時候 就走來走 又是這樣 看到Chirovanna搶我們 藍buff的Riena 是用了大技去 保護藍buff 看到Dedale在 巴龍前面 放這個 盾慢技 放了主動道具 Hiton現在一個A線 好 剛剛Orianna的配合都十分好 放完 E技 放Q技 放個 變動物 然後再用主動道具 這個是 Frost Queen's Chain 然後上路Syvanna我們就打算推上路塔 本來是這樣 暫時武功移回 就看Orianna和我一起Termpy島 Orianna一個大技 Syvanna馬上閃走 Carsic先去原作 就是Focus Rengar 但還是打不死 所以已經用了大技 被Draven追 不怕我們就Buy 對面Draven也不追 我們就說 掃完沒眼是不是CAM 那就CAM一下 結果是沒有人來的 很慘的 這個時候Draven呢 這個是 欸 Draven這個是比較致命的錯誤 這個錯誤歸類為 泰國伊勒克盾錯誤 他一刻盾Orianna一個波已經沒有了 黑盾了 大家一起放一堆技能上已經死了 跟Rengar還有物理傷害 這個時候Rengar就集中被人圍 見他低血 所以這個時候 就可以直接放 這個是 補血的東西 上去Rengar 等他撐來幾秒 撐來幾秒 撐來零點幾秒 應該這樣 這個時候 啊 CASIC隱形都沒有用 被Caternion普攻打死 這個時候Orianna的波 好不幸是錯誤了 所以就 我們都 不是特別坦 落方而逃 好慘地 那本來贏的波 可惜Orianna錯誤了 可能對面的走位也走得好 然後回個城 先 嘩很漂亮的鋪路波 但是 剛才一堆東西發生的時候 Aatrox已經在噴推 有所不知 然後掃掃眼 然後對面是去龍追這個Aatrox Aatrox用了被動技復活 這個時候Orianna很漂亮的波 這個漂亮波 再看一次 對面就過來追Aatrox CASIC跳過來 Aatrox是死了 但是有被動技 所以就復活 Orianna和我 Katernion追這個 對面一堆人 一個兵慢 兵慢了對面 Orianna一個波 很漂亮的 但 打飛了人家 然後我再用大技 再打飛人家 多次 這時候我放 Q氣撿回Morgana的頭 我怕他走 有時候追不上 對嗎 對 這個時候就 沒什麼東西推一下中路 放正眼在對面基地 Nidale 無法探望一個 Katernion的大技 這個時候 我沒有大技 Katernion被迫死了 這個時候 一路就 看著有沒有風箏 沒有風箏 就快點離開 Sivana也十分坦 我們就放Twinkel 真的好像不記得放 因為 這個龍女 這個時候就差一點 才殺到龍女 這個時候 Rengar一下殺回 那時候 一路幫著Rengar 就 保... 即是 保持了Rengar 追到人就OK 所以就放了Q技慢 Nidale好像想追我 那我走到太前了 不過就變Nidale做動物 其實是想 那什麼時候 Orianna給Karsis 衰的Rengar 我在後面輸出 Karsis 好不暇 我用這個 主動道具慢 即是這個 Spellfish 這個 Frost Queen 慢了他 就可以 被Rengar有機會 追 就是有機會追不到 因為始終是Karsis 所以就 被Rengar有機會 輸出 打多球 那就死了 這個時候 又不是 對了 這個時候 一直放著Rengar盾 就可以 殺到Nidale 差點殺到Nidale 那就趕走Nidale 那 因為剛才 Rengar如果一個人想挑兩個人的話 是不是多個盾好一點呢 那我就這麼想 那時候回到成仙 那竟然看到對面打巴龍 對了 對面打巴龍 就去巴龍那裡 那摩根拿反了我們眼 那 就對面一直打巴龍 那 那我們是 準備進去的了 Aatrox和Orianna Aatrox一 準備Smite Out Orianna一個波 有一個大技 控了對面 整堆人過去 那一個人用了這個 呃 法術盾都沒有用 那這個時候 Aatrox一進去 大技殺到一個 然後Smite殺到巴龍 然後 對面 處理了幾戶圖走 一劍揮下去 那咖啡手終於跳走了 對 咖啡手終於跳走了 對 那咖啡手終於跳走了 對 這個時候 我是從後居上 好可惜地 我先加速 好 這個時候 遊戲將近完 所以Low Repay 那裡再加速 那 Aatrox 就先加上 Google 反正都是用Fail Flayer 這個道具 那 Rengar追殺 李達利 那 對面 就投降 那 就是這樣 所以這場 我覺得是 Oriana Oriana Lulu 大技 配Rengar 或者Aatrox 十分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接近技 都十分好 不過Aatrox有少許缺點 就是有機會 他衝的時候被人 撞回了 或是怎樣 所以配Rengar 的大技 如果對面沒有粉紅眼 或者反印的話 就比較容易進入 那 就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有機會 試一下 例如 J4 或者 Twitch 加Lulu 的下路 或者可以用大技 特進Comp 那我WingCloud 拿去GG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